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活着强调的也就是 雷丽在拆除爆炸香圈时所使用的武装色霸气 可能就是比他在无人岛较到威飞时 所使用的达菲大象的武装色 也就是威飞原本想在图案练习的冲击部武装色 是还混加高级和强大的 是可以渗透进目标内部 进行破坏的武装色霸气 而至于他和流音的具体区别 有机会我们再做具体的活着讨论 而这一期我们要主要讨论的 当然也就还是 在雷丽出场的三三霸气中 其实就是最为恐怖的进行走环节 说到这里我们就在具体回到 这个经典的不出手就发挥着敌的 传奇发挥的环节 雷丽看到了好友小霸 先是有一些开心激动的说 那不是小霸吗 真的是你吗 好久不见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 怎么伤成的咋样 然后他就看向凯米这边说着 啊不用说了 一边再看看周围的人和情况 然后他就叹了口气说 也就是说 原来如此 你受苦了小霸 是你们救了小霸 在对陆飞锁龙山智说完这些话之后 雷丽就直接释放宝瑟 将在场的所有敌人全部都治愈 还有一个雷人细思激恐的细节 也就是 以雷丽之后对基德克罗这两群人说道 能扛住刚刚的招 看来你们也不是等先之辈的情况来说 那雷丽在到他现场后 不用任何人说一句话解释的情况下 就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 将现场的人分成了 小霸和他的朋友们 天鹣人和他的部下 以及其他和此事不相关的海贼这三种人 竟然就对他们同时释放了 不同程度的宝瑟 以无所谱和大美这些正常人 只是惊讶的反应为代表 小霸和草暴这一边 则就是被雷丽完全赛选排除 使用了霸王色 接下来的罗者边则是受到了雷丽 只是威慑和施太奇程度的霸王色 而天鹣人和他的手下们 则是受到必须要被震慑的 冥王的霸王色 而综合到目前为止的 整个海贼王剧情 除了艾尼璐 用来监控控导人的特殊剑王色 心肝传出来 几乎就很难有人 能在剑王色的层面 展现过雷丽这样的 不用对方说话 就完全知道对手所想的剑王色能力 这个霸菲罗杰的那种 更擅长感知目标情感的剑王色 甚至到目前还不能定义为是 雷丽万物之身的能力 可是非常不同的 因为情感和具体的想法不同 而雷丽万物的前提 则就是宝物需要发出 哪怕不是人类语言 或是生物语言的声音 而艾尼璐达到 打防御监控的心肝能力 虽然也非常夸张 但在重度上 艾尼璐也是利用了他 强力果实特殊的电流能力 才做到了强大的心肝 而雷丽所能做到的 在一会功夫就能知道 他们现场所有人的想法 这完全就是依靠他 绝对隐和和强大的霸气能力 而他比开的 狐狸和露菲的预知剑王色 可能还有更加可怕的地方 也就是 当不用对手发声 就可以知道他的想法和动机之后 目标的下一步行动 其实就已经可以被直接预判 当一个智脚得到 这种剑王色能力之后 那恐怕就如同是一个剑客 得到一把无伤大快刀一般 如果添翼 而这就正是本期 和我所强力推崇的 来自被我们誉为是 之类最全面的海藏人物 迷惘雷厉的满极剑王色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藏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